大家好 我叫黃偉佳 我是一個鐵板燒師傅 現在在萬豪酒店工作 會想要做鐵板燒因為其實是 廚房跟在外場是完全不同 我們在顧客段看到很多不同應對 對我來說 就像是對喜歡的人做一道菜一樣 你只要用心 別人就感受得到 大家好 我叫蔡志凡 目前是在星野日本料理工作 擔任日本料理的廚師 因為十年前我是在這裡擔任 跟實習生在這期間 經歷了一些學習和磨練 希望可以回來這個初中初心的地方 一起做努力 料理對我來說其實是 把食材最好的一面去展現出來 就學會跟食材對話 我叫林彥碩 目前在明晴一星餐廳 擔任副主廚的位子 摩美對我來說是 啟蒙我西式料理第一間餐廳 就像我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是做事或是做菜 還有團隊精神的部分 其實我沒有什麼命令武器 就是把我每一天 在工作上所學習到的東西 就運用在30分鐘之內 把基本功的東西做好 然後讓評審可以知道我的用心 歡迎韋家 歡迎彥碩 還有志凡 歡迎三位選手 好 三位主廚肩上都扛著自己的餐廳 有著不能輸的壓力 堵上了個人的名譽 計時 開始 韋家 今天是你自己報名的嗎 對 你怎麼還會想要來報名 露姐你聰明了 每一年大概都會參加大概一場 兩場的比賽 對 我覺得有時候是充實自己 那也是 出來放鬆一下 出來放鬆一下 他說他出來放鬆一下 哇賽 有一點臭屁喔 有臭屁喔 那你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來釋放你的壓力呢 是 今天的話 用筍子 去做兩種不同型態的餃子 一個是用干貝去做成末式 把它包在餃子裡面 另外一個呢 是以筍子做主體 做一個義大利麵餃 今天用的是烏殼綠筍 可以看一下它的原狀嗎 它是 這個 邊 長得差不多 對啊 長得比這個綠竹筍大 麻竹筍小 它有綠竹筍的甜味 也有麻竹筍的一個口感 烏殼也是在 1月到10月都有的 台灣的筍子其實很多啦 它應該也可以用甜湯筍 因為甜湯筍是 可以短時間煮出來的 不管它用烤的 用煎的 或是用滷的 它都可以 煮出來味道的 嗯 智凡 您是在星夜日料啊 對啊 應該沒有在怕吧 還是會怕啦 因為畢竟對手都很厲害 很強 很明顯第二位廚師 比第一位謙遜非常多 好 來開玩笑 我今天要準備的是 梅乾筍香燉飯 因為我是學日本料理的 那其實我比較希望說 我呈現的料理呢 就是可以 就是比較保留 煮食材的原汁原味 所以其實我不添加過多的食材 讓竹筍的風味 然後提升出來 好的 期待你的料理喔 晏碩 這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廳喔 對 是 那你有服務過我嗎 有耶 給魯美 魯美我很喜歡吃這家茶 對 今天我使用的是腳白筍 然後這邊是台灣的白乳筍 白乳筍 是泡在裡面這個 對 我泡在牛奶裡面 然後等一下拿去蒸 然後還有使用綠竹筍 然後就用一些 昆布 柴魚 清酒 然後味醂 就像日式的煮法這樣 今天會使用三種不同的筍類 然後製造出 類似春天的感覺 所以我等一下會把 筍用不同的方法烹調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竹筍跟玉米 還有蛤蜊的醬汁會擠在中間 這邊你在做什麼 這個的話我先炸一個這個 櫻花蝦的油跟櫻花蝦 待會兒會做一個配菜 那這邊有大鍋 裡面還有一個小鍋 裡面的話一個是把筍子切成小丁 一個是切成絲的狀態 做成兩種不同的口感 然後這個還有片狀的 這個就是剛才的下角 待會兒要做成一個慕斯 智凡 你還有19分鐘喔 可以可以來得及 因為我今天做的燉飯 煮的時間太久或控制不好的話 它其實容易就糊掉了 所以其實我不希望它這麼早去做烹調 這一道呢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是我用了梅干菜 那因為梅干菜也是 台灣菸菜裡面 它營養價值最高的 所以採用梅干菜 當一個風味 因為我外公外婆 他們自己在種竹筍 所以我從小就是常常 一直在吃很多竹筍的料理 竹筍西飯啊 梅干菜 滷那個桂竹筍 結合在這燉飯裡面 你怎麼突然做了很多事情耶 我剛剛把這個烏魚子 稍微泡清酒 然後炙燒一下 因為我說要用竹筍當醬汁嘛 但我覺得它如果加玉米 它甜度會更高 然後我煮了一鍋清酒 然後蛤蜊的醬汁 我就直接倒進去 然後它待會兒就有鮮味 有甜味還有竹筍的香味 感覺很厲害耶 然後蛤蜊肉也不要浪費 就把它撥進去一起打 打成醬汁這樣 我也說 肉也不要浪費 我現在就吃掉 還是你要試吃一個 好 這是蒜頭 拿錯了啦 耍眼 超好吃 然後你是取它的 汁還有肉 全部然後一起打成這個 筍的醬汁 這裡還有耶 Janny你想來吃嗎 想 可以嗎 換我了 這樣吃就很好吃 但它就是原味的蛤蜊而已 還有點湯 你都沒有加 你有加鹽巴嗎 沒有 它自然本來就會有這個鹹味 很 就是鹹得剛剛好 對 很新鮮 這邊 我剛剛說用薯筍之外 我還用了蘆筍 它可以消除疲勞 因為春天有一個特徵就是 人的身體是處於一種 很容易疲勞的季節 是啊 對 那抓多吃 那抓多吃一點的 我覺得春天特別疲勞 我現在有點疲勞 等一下幫我拿一點 好 我本來就很想問 因為你們是日本餐廳 為什麼你們有想要用 日本料理來處理 其實我是要送給我外婆的 因為我外公前幾年就離開 然後我外婆就沒有再去 整理那一片竹林了 所以我希望用這個料理 要表達我的心意 送給她這樣 那等一下會不會邊吃邊哭啊 如果再講下去 我可能就要哭了 好 其實這個味道的傳承太重要了 真的 因為一代人的離去 有時候代表一種味道的消失 對 所以這個味道 靠著一代一代傳下來 這個太重要 太珍貴了 韋佳你進入到什麼部分了 在包麵餃 裡面的餡料是用這個 Ricotta跟筍子 還有一點百里香 這個好香喔 這是什麼 這個一樣是用蛤蜊跟筍子 下去做一個慕斯 為什麼餃子會需要慕斯 待會兒的話它像是一個 奶油泡沫 一個醬汁一樣 它會讓整道菜更加的圓潤 所以你只是夾在上面 對 好 期待 很期待 彥叔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你現在是在煎什麼 我在煎干貝 因為我覺得它都是白色的食材 然後希望你們吃的時候 分不清什麼是干貝 什麼是筍子的感覺 各位選手們要注意時間喔 還有五分鐘 至少給我問一下嗎 是 你怎麼會沒有想到說 旁邊都是高手 那我們應該就來比一下 技巧上面的炫技的部分 我希望還是竹筍可以 保留它的原味跟鮮味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不要做得 這麼的複雜 聽到了沒旁邊兩位 對 沒有 因為我會覺得說 是的 不一定要用一些高級的食材 或是一些很 一般家裡都可以常用到的啦 好 其實我的也滿簡單的 只是用不同的方法運用 再嗆回來 再嗆回來的 我最喜歡看這種廚師之間的那種 對 勾心都有 其實每句話裡面都在算旁邊 都在假啦 都在假啦 進入最後兩分鐘 現在開始緊張了 這所有的細膩度跟擺盤 就完全不一樣了 45秒 這最後25秒 卡住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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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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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3 2 2 3 2 2 3 5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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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讓我們吃到 我自己吃到都感動 因為每樣東西 會一口接一口 吃到這一口 比較淡一點 趕快吃旁邊 剛好旁邊又配了一個貝殼肉 這樣一層一層的吃下去 好像都排好了 一個鹹 一個甜 一個鹹 一個甜 一個香 一個蛋 感覺就整個吃得光光的 光光的 所以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 基本上我就是想要 用原汁原味的方式去做呈現 雖然說我沒有用什麼很 反覆的技術 但其實我只是想要表達說 對於做料理 其實我是有一個故事在一面 然後表達我的情感 就這樣而已 我覺得你出了一個奇招 我們一開始聽到你的背景的時候 我們想說 旁邊兩個應該壓力滿大的 因為筍子對你來說是一個優勢 那反而你用了一個 看似非常簡單的東西 但是裡面的豐富的程度 其實是很夠的 問題出在於 你不應該叫燉飯 因為燉飯 大家會有那個期待 你懂嗎 所以你如果把菜名改了 吹飯啊 或者是 對 會更貼切一點點 志凡 吃的時候 棉干菜的味道 重於我們食的味道 如果你要它味道更濃 可以把筍子切起來 那個筍子有沒有 把它打成你來煮 我們那個米來換 一定會兩個 切合起來會更好的 志凡 這道料理裡面 有好多的細節跟心思在裡頭 除了情感以外 整個料理的味道 它的鹹度 濃稠度 所有的這些 都是好的 所以吃起來很舒服 我三兩口就把它吃掉了 好吃 我用了三種不同的筍 做一個搭配 然後中間那個筍的醬汁 我覺得春天它就是一個 綠盎然然後花香的一個季節 所以我用了很多不同的食用花 我希望看起來像花園一樣 讓你們感受到春天的氣息 謝謝 我們來問一下Fred老師 你是在笑什麼 沒有看到旁邊這 他們吃得很享受耶 真的喔 真的 你看你竟然用手指在那邊用的 直接挖你看 很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是 上面三個人看的 應該就是一種成就感的達成吧 這真的是很好吃 就真的是 可以 可以 這是最高的景色 它已經舔完兩個 舔兩盤啦 真的很不錯 我們先請Fred老師 幫我們講評一下吧 驗術的話這個不用講了 你用了很多的野菜 然後去或者是其他的食材 去堆疊所謂的味蕾 口感上你也有思考到 譬如說脆Q彈 我覺得你這整盤菜 其實就是一個廚藝的表現 謝謝 Fred剛剛講的所有的味道 其實都非常非常豐富 我有一個缺點 我覺得是你加了這個蜆筍 變成是主角是蜆筍 還是是竹筍 然後我知道你其他的東西 都用了很多竹筍 但是因為有這個蜆筍 我們平常在吃的東西 我們會很習慣把肉當成主角 但是這一盤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讚的 其實到底是干貝還是筍 對我來說 這整個的好吃度 已經超越了主題了 主題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我告訴你 我去你的餐廳 如果沒有這道菜 情緒很多的個人又來囉 對啊 小心看到白頭髮的門鎖起來 好 謝謝喜賢哥 太好吃了 很棒的評語 最好看 我都開始了 我們一樣先從啟善歌來好嗎 不囉嗦啦 就彥碩 彥碩一票 恭喜 Janet 這樣子定位會好定一點嗎 彥碩 彥碩 妳來隨時都用 恭喜 晉級 阿發師 您呢 而且一號那個韋佳 韋佳 恭喜 一票 我也選韋佳 韋佳 恭喜 兩票 好 那這個階段 我們就先請韋佳跟彥碩 先晉級 那我們請志凡 稍待片刻 應該是等等見 雖然說有點難過 但是我也覺得沒關係 因為本來其實這一次的料理 就是我是用了一個 有風險的 因為做自己不擅長的料理 但我也覺得沒關係 這就是學習這樣 還滿感動的 因為這道菜就是也想了很久 然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專業廚師隨便做都做得好 但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日積月累 然後我們其實也想很久 然後才做出這樣的風味組合 並不是真的隨隨便便就來比賽 要來比賽就是要拿出自己的實力 這樣才對得起自己 也對得起旁邊的對手 但是不知道 你做得到嗎 那就不會有什麼 就以為我去活他 才是誰 現在要來比賽 會不會有什麼 我來比賽 需要